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目前暂时在大家面前的这张截图 就是我在录制视频之前 已经成功白嫖领取到的一年的免费的资格的金米奶的这种会员版的资格 因为我之前很早很早其实就知道金米奶有一个一年期的免费的这种活动 我也尝试过无数次 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 要么就是你没有资格去领取 要么就是 我所在的国家和地区不符合资格 我相信你能够进到我这个视频的观众朋友和粉丝朋友都基本上之前尝试过各种一些方法 大部分都以失败告终 所以这些视频的我会把我最新尝试的并且已经尝试成功的这套方法来公布出来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尝试这套方法你必须要做哪些前提准备 首先第1个你必须去搭建一个美国的静态 住宅节点IP 所有你手上使用的那些梯子机场的IP通通不行 包括什么VIP 微拼的然后机场的IP都不行全部放弃掉不要走这条路你把这条路全部放弃掉 老老实实的去搭建一个美国的静态住宅IP接下来我都会讲到具体怎么去搭建 然后第2步的话就是 你需要用一台手机 并且手机你需要绑定你搭建好的美国IP节点 然后在手机上面 去 用小火箭就是我自己用的这种梯子的软件 这个软件的话你绑定好美国IP之后 再在你的 手机上面去创建Gmail账号 也就是谷歌邮箱账号 为什么要在手机上面创建 我也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 你在电脑上面创建的话 大概率你是创建不了一个美国归属地的Gmail账号 而这个美国归属地的Gmail账号是开通领取 一年优惠期的美国Gmail的这个条件的一个根本因素 所以你必须要在手机上面去创建一个全新的Gmail账号 你之前使用的那些老的Gmail账号的话全部放弃了不要去尝试了 老老实实的去注册一个全新的Gmail账号 好注册好全新的Gmail账号之后 第三步 就需要利用 电脑上面重新回到电脑上面去下载一个指纹浏览器 然后再用这个指纹浏览器去保定你 第一步搭建的这个美国 注册IP节点 搭建好之后在登录上你在手机上面创建的最新的这个美国Gmail账号 第四步就需要验证资格 而且验证资格的这个网站 叫做1K的这个网站也需要从这个走浏览器上面去登录 第五步就是 如果你验证成功之后所有的这个都验证成功好之后第五步就需要绑卡支付 虽然绑卡支付这个环节不会收你一分钱 但是你这张卡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我在最后一步我也替大家尝试过了 你像我在币圈拥有好几家 平台的一些优卡包括bybit优卡或者bitgate钱包的优卡 我通通都试过了都不行 最后我是使用了哪一家优卡来 支付成功的呢是使用的DTCPay这张卡 可能视频前面的很多粉丝朋友都没听过这个平台 但是也没关系你可以在操作这个步骤之前你先看一下 在我的频道我也录制过这么一期叫做 USDT磨损零磨损出镜的DTCPay 神仙级别的优卡 这个视频 你仔细去看一下 我强调一遍就不需要你按照这个视频 你里面去开通什么虚拟货币的这个账号 你哪怕开通不了虚拟货币的账号 你创建一个DTCP的普通账号 也都是可以去领取一个免费领取一个它的 优卡的虚拟卡的 只要你有这张虚拟卡 你就可以过掉最后第五步板卡支付的这个环节 然后除开优卡的话其他国内的真实的这种微sar卡 或者master卡以及海外的真实的 实体卡的微sar卡 我没测试过因为我没有 如果你是真实实实在在的 非优卡的这种微sar或者master卡可以去尝试一下 说不定 比优卡会好用一点 然后视频正式开始之前的话 提一句 我这个频道的合作伙伴 如果屏幕面前的粉丝朋友想要 开通或者是注册加密货币交易所的话 可以在我任意视频下面有一个交易所注册链接 这里的交易所注册链接 首推的是 OKX也就是OE和BN这两家交易所 其次的话 Bybit和Bitcake这种 二线头部的交易所也是可以的 通过我的邀请链接注册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通通都可以享受20%的手续费的优惠折扣 好那接下来 我就跟着我的这个截图 每一步实操的截图来去操作这一步 每个步骤 首先呢我们需要进到这么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是专门去开通购买这种 静态的住宅IP的一个网站 这网站的链接了我同样会放到视频下方的说明栏里面 包括我视频里面提到的所有的链接都会放在这个 视频下方的说明栏 首先呢你也得需要在这个网站上面先注册一个账号 当你把这个账号注册好之后我们需要点击这里的 在左边这个栏目这里点击这里的静态住宅带领的IP 点击一下之后选择这里的美加和欧洲地区 然后在下面选择美国地区 中间这一栏可选地区这里随机 随便你选择哪个美国地区的都可以 然后IP授选的类型选择这里的独享 选择好之后在这里选择支付 大概费用的话一个月的时间 我是购买的一个月的时间 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按自己的需求来购买具体的市场 一个月的时间的话是50块钱 可以支持微信和珠宝来支付 然后赏码付款成功之后 就来到了这个页面就是 选择这里的已购线路明细 在这里会出来你购买的这个IP的具体的一个IP地址 以及端口号以及这个IP地址 专属的账号和密码 那这样的话第一步就已经 搞定了 这里其实严谨一点不一定叫做搭建美国 静态住宅IP其实要做叫做购买美国静态住宅IP 没关系不重要 好接下来就来到了第2步 第2步就是手机上面需要绑定你的美国IP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绑定的 我们需要在你已经购买的这个静态住宅IP 美国节点这里 这里有个二维码 我们需要点击一下 然后就会弹出一个二维码 弹出二维码之后 我们需要 拿起你的手机 你手机上面必须有这么小火箭的这个APP 这是专门用来 打梯子使用魔法的一个 APP 好我们在手机上面需要打开你的小火箭 在小火箭这里点击这里的右上角的一个加号 点击扫码 对着你的电脑屏幕的微码扫码一下 扫码之后它会自动添加到这个本地节点美国的IP 然后点击这里的一个感叹号 就来到了第3个界面 第3个界面这里 我刚刚在我的思维导图这里也写了一个就是你的前提 在你的手机上面必须有一个多余的梯子IP 什么叫做多余的梯子IP 就是我在 加入美国静态节点之前 其实我在我的手机里面本身就有好几个 梯子的网络了 所以我在这里就 随便选择一个梯子网络 我选这个是香港网络点击一下 添加 然后 在 添加之后了这里有个代理通过 显示的是香港某某某一个节点 宽带 显示到这个页面之后我们点击保存 保存好之后 这里就成功搭建好 连接好了在手机上面的美国节点 连接好之后我们在这里把开关打开 开关打开就说明你的手机上面的网络就正式 连接好你刚刚购买的这个美国的IP节点 连接好之后我们为了保险起见 里面输入这个IP查询网站 去看一下是不是真正连接的美国IP的地址 目前我 可以展示 在大家面前看的就是美国的一个节点 包括他这里的IP都是原生IP共享人数也是非常少的一个共享人数 虽然他的IP 类型的话是IDC机房的IP但是不重要 只我只需要它是一个比较原生的一个IP就行了 好当你成功在手机上面搭建好美国的IP节点之后 我们直接在手机上面进到你的谷歌的这个网站 在谷歌的这个网站随便你使用谷歌 的什么一个APP 我是使用的谷歌的浏览器 在谷歌的浏览器 需要点击这里的创建账号 在谷歌浏览器登录页面点击你的创建账号 然后姓名和名字随便填 出生年月日 这里一定要记住了有个关键的信息 因为你接下来是需要免费领取 今来一年的优惠资格 而且这一年的优惠资格是基于一个学生 大学生的一个身份 所以你这里的年龄不能填太小也不能填太大 建议大于18岁小于21岁 我这里是填的2006年 然后接下来就设置你的用户名 然后设置密码 到了这一步 如果你跳转出来验证手机号的时候 它自动默认成为一个美国的手机号 需要你输入美国手机号 这一步就证明你连接的是美国网站 然后 你接下来创建的这个Gmail的账号归属地也是美国的 所以这一步很关键 到了这一步来 我们不一定需要你手上有美国的手机号 只需要你点击这里的美国国旗切换成中国的手 加86的手机号然后输入你中国的手机号哪怕你之前的中国手机号 有绑定注册过其他的Gmail账号也是没关系的 可以直接把你的中国手机号输入进去然后接受一个验证码 然后这里就确认一下 添加手机号 然后查看你的信息账号点击下一步 隐私权限和条款 往下滑点击同意 这一系列操作完成之后你的这个最新的美国归属地的Gmail的邮箱账号就创建成功了 到了这一步你的第2步的这个环节就已经成功完成了然后接下来我们需要进行第3步 第3步的话就需要你去利用指纹浏览器在电脑上面绑定你的美国静态的注册IP 这个指纹浏览器我自己用的是ADS的这个浏览器你直接在谷歌上面去收ADS就可以去 搜索到这个ADS的指纹浏览器并且这个指纹浏览器你只需要用它的一个窗口的话是免费的如果用多个窗口需要收费我们只需要用到它一个窗口那就 不需要花钱花任何的费用 我们点击进去去下载在电脑上面下载一个桌面板的这个指纹浏览器下载好之后需要你去创建一个账号创建账号登陆进来之后呢 这就是登陆进来之后的这个页面我们需要在它的右左上角 点击这里的新建浏览器 然后在右边这个大窗口这里就会有一个浏览器的一个创建的一个指数参数的一个设置 包括这里的操作系统如果你是苹果的电脑的话就选择这里的MAX系统如果你是Windows电脑就选择Windows系统 这些信息都不用改最关键的是需要这个代理信息这里代理信息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选择这里的自定义然后代理内型的选择这里的Socos 5 代理IP查询的这个渠道不用改 这里的主机端口就是你购买的这个美国节点的IP的这个主机和端口了需要你回到你之前的购买的这个美国节点的这个页面 把你美国节点的这个选择在服务器地址这里选择IP然后把这个IP地址包括这个端号都复制过来 然后接下来把账号密码也要复制过来 我们复制过来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把这里一一的填写好填写好之后啊我们 需要在这里检查一下代理检查代理如果他这里出现绿颜色的并且代理的地址是自动检测到美国地区的就说明你这个地址是IP地址是可以用的 只要检测出来是绿色的美美国地区的IP地址我们在这里点击确定 点击确定好之后这里就直接搭建好了搭建好之后来在这个右边的大窗口这一门那就可以出现一个 可以打开的一个 浏览器的窗口我们需要点击打开一下打开之后呢 我们可以显示出来这个浏览器的窗口它目前的IP地址是属于美国地区的 接下来就需要我们全程在指纹浏览器这个浏览窗口上面去操作了 我们在指纹浏览器这个窗口里面另开一个窗口然后在里面搜索 Gemini这个关键词搜索 进来之后然后点击进去点进去之后我们在这里或者在这个右上角点击登录你刚刚在手机上面注册的新的 那个谷歌邮箱的账号 好这里是一个登录的一个截图 登录成功之后我们继续点击这里的快速的一个切换的这个小按钮啊小三角形的箭头 然后这里可以显示有一个升级的这个 按钮我们点击一下 这样的话就会跳转到一个升级订阅 谷歌AI Pro的这个页面 在这个页面我们继续在底部栏去点击这里的谷歌AI方案 然后就会进一步跳转到这个 谷歌万的这个网站谷歌这个万的网站我们一直往下拉拉到最底部有一个在校大学生可免费体验一年的 谷歌AI Pro的一个 按钮我们点击这里的检查是否符合这个要求我们点击进去 点进去之后只要你能够成功来到这个页面就已经成功了一大半了 在这个页面呢需要你验证一下你的大学生美国在校大学生的这个资格 但是在这里呢我们不需要点进去 千万不要点进去 点不要点进去我们需要 鼠标右击这个验证这个条件 怎么右击呢因为右击的时候我是不能截图了一截图他这里的右击的这个按钮就没了所以我索性直接在手机上面拍了一张照对着电脑 右击鼠标箭头然后点击这里的复制这个链接啊 复制这个链接复制好之后接下来我们就需要 打开这个1k的这个验证网站 这1k的验证网站一定也是要在 这个指纹浏览器的这个窗口里面打开啊不要在你其他的那个浏览器的窗口打开啊 打开这个1k的 呃验证的这个网站之后把你刚刚复制的这个链接粘贴到这个空白处 然后勾选一下这里的图形验证 如果需要跳出来这个验证的话你跟着这个操作验证一下啊非常简单验证完之后我们点击这里的开始验证 然后他这里会等待大概一到两分钟时间 当你 有这么一个 success的就代表成功的意思有这么一个绿颜色或蓝颜色的一个标志的一个链接的话就代表你这里的 在校大学生的一个验证这个已经帮你自动化验证成功了 接下来你只需要用鼠标点击一下这个链接它会自动帮你跳转到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下拉到最底部 点击这里的检查你的资格这个按钮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他会继续跳转到这个页面这个页面就代表你已经可以获取这个学生的这个资格了 我们需要点击这里的获得学生的offer邀请的这个意思 然后点击进去 接下来就会跳转出一个窗口 这个窗口就需要你去绑定支付你的卡片了 如果你用PayPal的话也可以连接你的PayPal去支付 如果没有的话就老老实实去绑卡 点击一下这里的卡片按钮 就会跳转到另外一个窗口 这个窗口需要你去输入你卡片的详细的信息 包括你卡片的账号 你这个账号到期的日期 以及你这个卡片的一个安全网 也就是CVA的那三位数字 这里的姓名随便填 不重要 接下来需要你输入这个美国的一个邮箱 这里是不需要像其他的那个绑定支付环节 不需要你输入美国的具体的详细的地址 但是这个美国的邮箱随便在网上找就行了 我是直接在网上搜索的 美国地址生成器 进去之后呢他会自动给你生成一个美国的虚拟网站 虚拟地址 然后上面的话会有一个美国的邮箱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点击确定 接下来点击继续支付 这样到了这一步的话就说明你已经支付成功了 支付成功之后我们跳转的页面这就是代表着你可以免费使用 谷歌AI Pro版本的12个月的一个会员的一个资格 我们回到这个GIMLINE这个页面 可以切换在你的快速按理也可以看得到你是拥有这个Pro版本的一个使用权限了 但是这里有个小细节就是 你绑定的你的卡片是等到12个月之后他会自动帮你扣费 如果你不想 扣费的话或者是到了12个月之后时间太久了吗 你可能忘记了不记得 到时候你也不记得去取消这个资格 绑定的资格 那到时候一不小心扣费了怎么办呢 其实也是有解决方案的 我们可以提前把它取消掉 取消掉也不影响你这个 领取的免费12个月的使用资格 怎么取消的呢 我们直接在GIMLINE这个 右上角的菜单栏 我们需要点击一下 然后在最下面点击这里的设置和帮助这个按钮 再选择这里的管理订阅 然后就跳转到了管理您的谷歌ONE的会员方案的这个页面 在第2个选项这里更改付款方式 点击这里的管理按钮 然后就进到了这一个付款和订阅的这个页面 在付款订阅的这个页面 我们需要点击这个后面这个管理这个选项 然后就会跳转出来这个 收费的具体的详情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是开始的日期啊 开始收费的日期是27年的1月11号啊 每个月是19.99美金 所以你如果不想付费的话 你也可以先提前把这里取消掉 取消的话并 不会影响 你这12个月的一个免费的会员期限 这里说得清清楚楚的吧 然后我们点击取消订阅 这样的话就取消订阅成功了 就不会让你在到期之后会自动扣你的钱 OK那今天关于这个免费领取一年GIMLINE会员的这个资格教程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讲解清楚了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 所有你之前尝试的方法都不成功的核心原因就是你没有美国静态 静态的住宅IP所以第一步非常关键你必须要买一个美国的静态的住宅IP 买完静态的住宅IP之后 你可能之前的账号也不OK所以你必须要创建一个新的GIML账号 并且这个GIML账号的归属地一定是在美国 其他地区也不行 然后第3步的话就是你必须全程使用指纹浏览器 并且指纹浏览器是绑定的美国静态住宅IP 来去操作接下来的这几步 当你验证好这个资格之后也就大学生的这个资格之后最核心的也我觉得可能问题最大的一个步骤就是绑卡 这绑卡的话如果你在手上拥有的其他的一个 优卡呀或者是一个WISA MASCA都不成功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这个DTCPAY的这张卡这张卡的话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发卡机构啊 它是卡片的源头的平台 所以它为什么能够秒过 OK那今天这期视频的话就给大家分享这么多 如果你在实操过程中有遇到任何的问题可以在我视频下方留言我看到的会第一时间 回复大家的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能够对你起到一点点的帮助 请对我的视频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您的支持是我创作最大的动力 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的支持 enem 환里面